郭彩杰在轉往中國發展後 靠著演出電影《小時代》中 故裡一腳而爆紅 後來他繼該系列的電影之後 不斷的嘗試各種類型的角色、題材 但似乎難以得到觀眾的肯定 去年底上映了他多年前排好的作品 之後沒再聽說他有新的電影拍攝計畫 近期他受訪時透露 自己因為演出2020年上映的喜寶後 信心受挫 還萌生的不想再演戲的念頭 我好是總算等到了一個角色 我覺得是很有別於 大家會對我的那個寂靜認識的那個角色 但是反正最終出來 就大家看他還是帶著這樣子的一個眼光 然後大哭一下 我覺得我不要演戲了 那麼嚴重 甩不掉故裡的形象讓他相當無奈 但他也坦言也許是自己演戲的陋戲 才會老是變成這樣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說 你仍然給到的是一個那樣子的 那樣子的一個好像那種靈魂 就是被禁錮 其實我真喜歡演戲 就我心裡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對 所以你現在算做決定了嗎 我就不...不...不...不輕易的開始了 不輕易解析了 對 而影片曝光後也讓不少粉絲相當心疼 還有人替他爆不平認為是劇情的問題 引起熱烈討論